小母龙怀孕了 就离谱 俩蛋 我养于七八年 一条都没怀过 这怎么养了手工以后 哗哗生的 就这个事 我应该怎么告诉小火龙呢 是不是你干的 跟个拖拉机似的 要是你干的 那生出来得是啥事啊 咱们做个记录啊 先把小火龙放进去 然后小火苗 接下来皮卡丘 这怎么都定住了呢 还剩个拖拉机 这孩子 自从我放进来 它就没动过地方 这几只手工的颜色 咱都记住了 这整得跟开盲盒似的 你说 小火龙啊 咱动一动吧 你说要跟皮卡丘 它是不是大将的颜色呀 现在主要的问题 是我怕它生不出来 这就是为啥 我把它单独养的原因 我就怕它太小了 会卡蛋的 我就很偶尔拍视频 才会把它们放在一块 就像这样 我都在旁边看着 这蛋哪来的呢 我真的已经很忙了 我不想每天 再加一个给你揉蛋的夜幕 我哪有那个时间 后边那小孩那么愿意揉 要不你来吧 小火苗 叫你呢 天天就是爬呀 弃而不舍的 真要是生出来 你们说得是啥事的 帮我分析分析呗 帮我分析